21号全新笑料包装奇谋喜剧电影《双城记中记》首映里在京盛大举行 该片主演任贤奇、腾格尔、熊乃锦、刘成俊、翁红、九孔、魏清祥、于斯璐等纷纷到场 从当听演员的出场方式看 片中任贤奇与熊乃锦、腾格尔与翁红、刘成俊与于斯璐这三对主演 在《乱世》中上演了一段段奇缘 《双城记中记》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年间 各方势力为争夺一笔黄金 上演了一场斗智斗勇、荒诞搞笑的夺宝大战 片中任贤奇出演的是一个大骗子 而在现实中被称为好好先生的他是如何诠释该人物的呢 他笑称这部片里的才是真正的他 我的本性就是这个戏里面 我以前演技真的很好 我演好人大家都相信 其实我就是这么屌郎郎的 于斯璐饰演的大夜场魔术师 《风尘舞女》与熊乃锦饰演的饺子 在戏中为了任贤奇饰演的鬼脸争风吃醋 戏外也很用心 发布会现场 于斯璐一身脱地长沙黑裙进行妩媚 细心的天王任贤奇亲自为他整理裙摆 小熊也很有心悸 简单的闪亮白裙后更有玄机 任贤奇和腾格尔在片中出演老千 两人片术精湛不分上下 导演了一出季中季好戏 不过他们在首映里现场没有比拼片术 而是大展搞笑本领 小熊是幽默 加上意想不到的腾是幽默 让现场气氛很是活跃 小熊时不时拿腾格尔调侃 他店长都会健身 自从我看到那个程俊在那里之后 我们大家都 我们刘老师那个健身教练 他每天就是一堆我们的武术兄弟们 还有他的助手 然后我的助手就跟着程俊锻锻炼 但是大家都把衣服穿起来 因为在他面前不太敢露肌肉 唯一够胆的就是听歌 随后还表示对腾格尔和温宏的床戏 大表羡慕 应该羡慕的是腾格吧 当他有过程 我对 莫名师要说过来 我就挨了一巴掌 对 续集续集 然后我到底干了什么 导演不跟我讲 腾腾的腾格尔却只能在一旁 默不作声傻笑 PK了笑场还不够 两人又纷纷拿出绝活 拼歌 我爱你 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腾格尔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看 好